熱刺主場對搬離的賽事絕對對是溫布萊效應的開幕典禮 對方是弱隊,搬離一心死守,熱刺要主攻 結果因為溫布萊球場的體積比白鹿更大 所以在互傳互動上,你必須多幾腳 這樣才可以進入禁區頂 進入禁區頂才有機會滲下去兩邊的底線 或者更深入腹地位置,心臟地帶 但因為熱刺的整隊球都是整體意識 不是很懂得互傳互動 這班年輕人不知道在主攻的時候 每一次做傳送和舞波走位,即是互傳互動 都包含一個隱性的目的 就是不斷尋找有open look的可以面向前面的球員 但其實一直以來我看他們比賽 都是萬無目的見到位就交的普通的傳送 所以他們在白鹿竟成功是因為靠個人能力轉身 強行軟射,用身位迫進去,用速度壓進去 但是一去到溫布萊大小小的球場的話 軟了水路的 結果你即使是靠個人能力轉身屈進去也好 距離禁區頂也是遠 當你不能夠接觸到禁區頂的話 其實你也很難可以入到福地,心臟的地帶 所以結果我們可以見到 即使今次普遲天爐希望用四個進攻點 將溫布萊效應降到最低都好 其實都是老鼠拉龜而已 而且一開始我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和上場對著車路士的問題一模一樣 迪利艾利和孫英文的位置竟然是重疊 沒有人是去右邊 而要艾力臣去右邊當然是浪費 所以我就完全不明白為什麼迪利艾利是不會被安排去右邊的 好像放了下去之後他就是一個完全的自由人 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這樣 而其實要主攻 你是一定要站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站在一個位置才可以拉開兩邊的 但是如果右邊沒有人怎麼辦呢 原來孫英文有時候是會去右邊的 但是你這樣自由浮動 球員的整體意識不好 還搞到這麼複雜 加上溫布萊效應 你不就是捉蟲入屎乎 所以比賽在組斷的時候 搬離的攻勢反擊的次數還是比較多 因為熱刺整天都失控球權 他們就沒有本事自己插進去 只是靠屈機、遠射、明賣斬高空波 等對手犯錯 不過搬離整場賽事來講 犯錯的次數不是太多 唯一一次比較上上半場是有威脅少少 就叫孫英文去武波走位 左邊插進去 孫英文是一個不錯的六頁球員 而其實他去曼聯都有用 不過當然他不會走 他插進去的時機是幾不錯的 球證說越位其實又是為包了的 沒有越位的 有些沒有運 一直拖 都是用一些遠射 用一些個人能力的屈機 因為遠水路 所以很難做些甚麼出來 直至去到37分鐘 才有一次的機會出來 來自搬離就叫做標波 後防球員 結果艾利過了一關 可以推到禁區頂 給了一個波 就是賓戴維斯再傳中 那波有少少人前波後 結果前鋒的哈利簡尼 是需要調整才可以射到波 調整即是慢了 對手可以封到你 下半場來說 孫英文被安排回右邊 艾利偏左 這樣做就好少少 進攻時間是叫長了些 但是始終礙於整體意識的 是局限 所以始終在運動戰 都不是好做到些甚麼出來 直至去到 就是49分鐘 才可以憑借著一個鴨仔波 來自死球去入球 死球就是熱刺的唯一希望 那斬進去 可以叫做對手犯錯 就是失了一個近處 給這個中堅球員 就是滲了進去 就是交中央的位置 剛剛去到艾利那裡 而對手的防守球員 也是解為撻 艾利就連回撕射 那第一下呢 就叫做射到人群裡 打出來 有些運的 跌回到他那裡 他又可以再射 那結果呢 入了一球球呢 都可以叫做有些好彩 來自死球 對手有點犯錯 那領先了之後呢 其實呢 反擊的機會是會大了的 熱刺是應該輕鬆了很多 但是他們的連結套路 反擊上面呢 都是媽媽的 那去到呢 就是70分鐘 熱刺後場 踩實球 反而令到對手呢 是有機會埋門 那這個呢 就是敗敵 那射球來說呢 幸好是射到我們近處 那就是 沒有威脅到呢 就是法國的門將羅列斯 那去到呢 就是73分鐘 那麼艾力神嘔發性 有一次射球 是懸於一個角球 那對手呢 就湧上去 散春散出去呢 就高波打回去 就找到艾力神的 那去到呢 就是75分鐘了 那這個都算是 拉開紀錄的最大機會了 那這個施掃高 做過反擊的 那送進去呢 給艾力神 可惜艾力神呢 就其實單刀了 但是撻了Q 那一分鐘之後呢 立刻有克里簡來的 半單刀機會 那這次呢 就是對手送禮的 那他擺脫不到呢 後衛啊 那直至呢 就是擺脫到的時候 門將出來了 那他再用回右腳射 有少少浪費時間 那其實如果這球球呢 克里簡來可以 一心一意用左腳射啊 不需要擺脫呢 就是防守球員 有得他呢 就是跟你做一個身體對抗 你用左腳去射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省點時間 不會被龍門封掉你的位子 那但是 就是始終這些球呢 有時候我都明白 他為什麼用右腳的呢 因為右腳是大位來的嘛 左腳呢 就比較窄少少的啊 好了 去到81分鐘啦 今天小友地呢 在主攻上面 有些事情做了出來啊 要鎮壓力神武波 走位插了進去 再傳中呢 找迪利艾利 可惜呢 就射門正中了 去到82分鐘呢 其實 搬來有個反擊呢 好彩羅列斯呢 就叫做 迎出來呢 就瓦解了個單刀啊 但這件事呢 就很奇怪啦 去到80分鐘至到原場的這個階段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 熱刺好像很想入第二球這樣 其實呢 對手的實力在你之下 都其實差得都不少的啊 那你只要呢 就是領先著 保持著控球在腳 因為比賽差不多 剩下八九分鐘了啊 所以 Keep the ball and win the game 但是不知為什麼熱刺還是想攻啊 所以結果呢 就喪失了好多控球拳 那加上呢 好似在踢來回高速球 那你來回越多呢 其實是對於落後那一隊呢 是更加有著數啦 那為什麼他們Keep不住這個球呢 可能是跟換走了孫英文 和艾力神是有些關係的 那結果呢 去到下一分鐘啦 即是保持一分鐘啦 那他們呢 其實是攻了上去啦 那結果那條防線呢 是都叫壓得前的 那對手呢 就有反擊機會啦 那熱刺呢 的防線被人打身後 感覺上真的不似領先的啊 那對方的入球的套路呢 其實都叫做是 整場賽事的攻勢來講呢 是最有朋友眼的 真是可憐啊 整場賽事 玩得最漂亮的進攻 竟然是來自客隊的伴侶 那這下呢 其實都是教科書式的啊 那中圈呢 有個假狗 做個支點回後 停了個球 那Breddy仔呢 是一個漂亮的 直線 找到活特 那活特的這下 處理呢 其實是有點躁躁的 硬硬大力搬下去 入就入不入就不入 這樣啊 其實一些高質小小的前鋒 就不會這樣做的 那但是這下呢 就被他搬到一個 就是角落頭位入了啦 那但是呢 其實整個攻勢的流程 從來看呢 是做足了支亭插的 那是值得入球的啊 那結果呢 就是臨完場前 熱刺的所有球迷不想見到的事 是發生了 臨天光才來賴尿啊 那要怪呢 就是怪熱刺 沒有辦法在上半場 就可以拉開那個紀錄 那這件事就是因為他們的棋位問題 迪利艾利 我不明白爲什麽呢 他永遠都可以很自由周圍走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了什麽免死金牌 或者呢 他的而且確是普折天堂的契仔 那這方面呢 真是要考究究竟呢 在主攻上面 哪個踢左 哪個踢右的 好啦 那溫布萊的效應呢 就一定會持續成年的啦 如果熱刺起了新球場的話呢 其實可能會繼續持續下去都未頂的 那熱刺呢 就真真正正呢 是要搞那個呢 就是整體意識啦 那但是因爲他們是年輕仔 要學識的話 可能要兩三年 那所以呢 若果你要快呢 就要買一個有級數的明星級球員 這樣呢 去帶著對球呢 是圍著這個星級球員去踢呢 就說不定 好少少 但是始終熱刺那個薪酬的上限是 即是有個阻礙性在這裏 如果買了一個很貴的人進來 薪金很高 整對年輕仔又哭著要加薪 整對熱刺呢 也都會搞到亂七八糟 所以現在熱刺呢 是進入了一個糊塗的死局裏面的了 在那裡 在那裡